迎接暑假到来 基隆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2艺术禁区 艺术卡车系列 系列活动邀请九天民俗记忆团 暖暖区远远路活动演出 九天民俗记忆团对于台湾镇头的热情与信念 秉持着实际用身体心灵进行感受 我觉得现场人真的蛮多的 真的蛮热情的 比我想象中的人多很多 活动很棒 然后这边的朋友 表演很厉害 演出主体为电子音乐 结合九天古镇 家匠 生欧 及绝区影色舞团融合东方美学严肃的战舞 结合信仰内涵与视觉张力的众匠出席 塑造家长的现代风貌 从106年开始 我们开始筹备了艺术禁区的活动 把艺术跟表演文化带到社区来 那经过这几年的一个累积呢 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 这个活动的演出 那不过因为疫情 我们终缓了有两年之久 今年终于又回来了 而且第一场就在暖暖 这只是艺术禁区的第一场 我们希望艺术跟文化能够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导